三淑公看到也會覺得 嘿好可愛唷 然後表姐看到也會覺得 沒想到你長大以後還蠻漂亮的 恭喜耶恭喜 謝謝大家 嗨 新年快樂 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 介紹過年 我自己要怎麼化妝 我覺得過年因為大家也沒什麼時間 前一天晚上可能打拍到 今天早上三點 所以有時間在那邊花五十分鐘化妝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講究 一個好氣色又 紅潤又超級簡單的妝容 然後我今天用的大部分 都是開架式的彩妝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走一個比較的 有點好媳婦的路線就是 眉毛眼睛嘴巴整個臉 看起來都是 然後有點可愛的 有點小心機的彩妝 那我們就繼續看影片囉 我的化妝前的第一個步驟一定是護唇膏 我的護唇膏是 Visabeth Arden的 我覺得非常的保濕 首先呢我會先用我永遠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毛孔引擎露 然後 像在我的 毛孔粗大的地方 毛孔引擎露不止就是讓你的毛孔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以外呢它還有霧化的效果 所以會讓你之後的底妝 比較控油一點點 好上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這次的妝感要講求 好氣色 所以呢我會再挑一個產品是可以 校正我的膚色的 那我今天挑的是雪花秀的Makeup Balancer 然後我的顏色是紫色 因為我的皮膚狀況是比較蠟黃 然後比較多 顏色不均 所以我就會用紫色來 調整 好我先上給大家看看 這是上上去的差別 它本身塗看起來是 只有一點點的顏色 但基本上上上去之後啊 我的蠟黃狀況就會改善非常多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差別 就這邊的膚色現在是比較均勻 好就是把它上來 過年期間呢我想說就是要有一種 紅通通粉潤潤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挑了 氣墊粉餅簡單又快速 因為你有時候就是前天打麻將打太晚 然後早上根本起不來化妝 有沒有 氣墊粉餅就是你的好幫手啦 我真的超級稍微多氣墊粉餅 可是真的會使用的 就是雪花秀跟Yu 那我就先點在一二三四五五點上 然後開始慢慢的把它打開來 先均勻的大範圍蓋住以後 然後再去弄一些小細節 雪花秀這一款呢 遮瑕度是我最喜歡的 我還沒有用過厚 所以厚我不知道 但是雪花秀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 好簡單的底妝上完之後呢 那我現在就是唯一的遮瑕就是要遮我的眼袋跟黑眼圈 然後我今天用的是Etude House的Big Cover 我會在眼淚溝這邊的三角處稍微上一下 然後我直接用紙布 把膏底 勻開來 然後不只有遮瑕也有打亮的效果有沒有 好那我現在打完亮之後呢 我就要準備來定妝 那我自己的話是 最近是還是在用RCMA的這個蜜粉 RCMA蜜粉唯一一個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必須自備刷子 然後它的 就是 整個開罐方式非常像胡椒眼 很容易整個灑出來 但這也沒辦法 你知道畢竟它非常的便宜 那這個三角區域 這個三角區域 跟這個三角區域 就是三個三角形的這個部分我會上蜜粉 那其他部分的話我幾乎都不會去上它 好我們現在準備上眼妝 上所有眼妝之前啊 我一定都會先夾翹我的睫毛 好我夾的時候 這上面這個是靠著我的眼皮的 然後靠著我的眼皮慢慢的往上拉 你才可以拉出捲翹的角度 好那我現在要開始來上眼妝囉 我今天一樣是用MAC的PRIMED PRIME PRIMED可以讓你的眼影比較不飛粉以外啊 也會比較顯色 我今天用的眼影是這個 SALONE的FANTASY WONDERLAND的EYE SHADOW KIT 那它現在出了這一盤 這一盤我是在全家買到的 如果是我的話會怎麼使用這六色 然後來創造一個沒有眼線看起來就大眼的效果 大家一定會想說那我要怎麼選我的基底色 通常我會從比較中間色的這三個顏色 加一個深色來選基底色 那金色看起來亮粉就非常的誇張 所以我不會選它 那這個跟這個就是大眾比較能接受的顏色 看你想要用粉紅當基底還是咖啡精當基底 那我今天就想說我要用咖啡精當基底 所以我就直接使用它 然後上在我的整個眼皮上 就是大範圍的上上去 就是一樣我們在上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就是我不會上超過眼摺太多 那我這個主要的用意是 我希望我閉起眼睛看得到眼影 我睜開眼睛也看得到眼影 好那我就繼續用這個剛剛同一個眼影棒 稍微把眼眼眼影的這個 比較粗的這個分界 暈開來 好那我這樣這時候暈開之後呢 我會再用下面的這個 眼影棒 沾取剛剛那個 比較深色的這個咖啡色 我要用它來加強我們的眼神 好就直接沿著睫毛根部 就這樣輕輕的往上補 你可以慢慢的一點一點夾 但不要一次上太多 好就這樣 有沒有也會有自然的漸層效果 因為你還是有在淡淡的用 已經沒有那個 粉的刷子 繼續的把它暈開邊界 好上到這邊之後呢 睜開眼睛之後 下眼尾也可以稍微的帶 我會帶到三分之一處 就是會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然後這邊 眼尾稍微補一下 好 那你光是看到這會覺得 蛤這樣看起來會不會太誇張對不對 沒關係我們再用剛剛的那個 咖啡精的這個顏色 再沾一點點 然後把它覆蓋住你剛剛下眼尾三分之一處的這個深色的顏色 就等於是有點中和它 讓它跟上面的眼影 看起來不會 差太多 顏色不會太突兀 然後呢我們就再用 比較細頭的這個部分呢 沾取它這個還蠻漂亮的玫瑰巾 可以打亮你的臥蠶 看晚上打牌會比較幸運 直接用這個沾取你的臥蠶 直接用這個沾取你的臥蠶 那很多人會不知道臥蠶在哪裡 其實就是你笑的時候這樣 假笑有沒有 這一塊多出來的脂肪就是臥蠶 當然不要畫到這邊 這邊就是眼袋你知道寶貝 當然這邊也可以打亮一點點 但也不用到太多你知道 不要太over 其實它這邊還有附一個很亮的這個亮粉色 那我就會直接用手指沾 我剛剛想說過年嘛 喜氣洋洋多一點亮粉也無傷大眼 所以我就沾一點點這個亮粉呢 沾在手指上 然後點在我眼皮正中央 增加一點Bling Bling的感覺 好 然後再用這個打亮色 直接用手指沾喔 然後打亮我的眉骨 因為這個眼妝呢 我覺得它的重點就是要看起來眼神 呃...是柔和的 可是看起來非常有精神 所以我選擇的睫毛膏呢 就是會那種看起來根根分明 但是不會太濃密變蟑螂角的那一種 所以呢我會先用一個底膏 那我現在用的底膏是這個KATE 使用底膏的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睫毛看起來比較長 然後看起來根根分明 這個叫Marnie Eyes2Kill的睫毛膏 因為它真的膏體比較乾 可是它上起來真的非常的鮮長 它的單價也比較貴一點 但因為我就是之前在Sephora 就是心意很想說 我就是要買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也真的 一開始有點想說靠也太乾了吧 但是後來用了以後 就真的非常喜歡 可是它完全就是 真的是根根分明 如果你要是濃密妝感的話 你可能就要選別的了 好那我眼睛畫完以後 我現在就要來畫眉毛囉 所以我會用Maybelline這個三色 好那我就會直接先沾這個深色 用它直接附的這個刷子 用這個眉膏呢 就是順著我的眉型畫 我一樣會由下面這一段 中後段這邊開始 然後就順著自己的眉型慢慢的走 你從眉毛最下面這個基準線開始畫 一切都會比較簡單 然後慢慢找出你想要的寬度之後呢 就開始往後延伸 找出你的眉尾 那因為我的眉尾是比較沒有毛流的 所以我眉尾的部分呢 就是要自己稍微畫一下那個線條 好那眉頭的部分 我大部分就是輕輕的帶過而已 我就不會太用力的去描繪它 然後我就會另外用另外一頭這個眉刷的部分呢 刷深色的這個眉粉 但深色的這個眉粉以後呢 我直接刷在中後段 就填補眉毛剩餘的縫隙 好然後再來用淺色的部分 淺色的部分呢 就是橫刷在這個眉頭跟鼻樑中間處 就是有一種打造鼻樑的感覺 然後又讓眉頭不要過於的淡 好然後眉尾的話 我會再用眉筆稍微加強一下 我用的一樣是Misting這一支 然後我只會從就是 眉尾 移一下鏡子 眉尾這邊呢 我會加強一下它的顏色 因為當你的眉毛如果 眉頭眉封眉尾的顏色都是一樣的話 看起來會很像蠟筆笑心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一定要 想辦法創造出漸層感的眉毛 就是這邊是淺的 然後慢慢慢慢變成深的 然後到這邊做結尾 看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 好OK了之後呢 我就會再用染眉膏 我現在用的染眉膏是這個1028的 然後用染眉膏稍微把眉毛定型 就這樣 我等一下把這一支補上來 好那我現在眉毛眼睛都畫完之後呢 我就要來做很重要的氣色的部分囉 那我今天挑的顏色呢 都是比較 適合我自己膚色的顏色 我挑的是橘色跟有一點淺咖啡色系 我會先從這三角處開始 修飾我的臉型 我會這樣從 就是從裡面 髮際線的部分 慢慢的往外刷 有沒有 帶出顏色的感覺 然後臉看起來也會比較立體 從這邊髮際線的部分慢慢往外拉 我的方式就是畫圓 畫大圓 靠近髮際線的部分也稍微修飾一下 好 再來我就用Media這個橘色的腮紅 一樣用裡面的刷子 把魚粉弄掉之後 再眼下這個三角區 上下淡淡的彩虹 好 讓它跟剛剛那個顏色稍微中和一下 好 畫完之後呢 最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過年看起來要有 砰砰砰的感覺 所以我會用這個 Shiseido的TK107 直接用這個裡面的刷子 然後從眼下這邊開始 打亮你的砰砰肌 有沒有 有沒有立刻砰砰砰砰起來 這邊有沒有 蘋果肌 額頭鼻樑刷一下 好嘴唇的話呢 我挑的是Maybelline的這個唇釉 因為我覺得它很齒色以外 又不會因為太乾 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均烈的感覺 所以我不會挑大紅色 因為我怕嚇到三鼠公 我會先用這種啊 然後沾在嘴唇正中間 然後用輕敏的方式 讓顏色上下均勻一點 然後可以再用手指輕拍 好後面錄影的部分 不小心被我卡掉了 但是妝容差不多就是這樣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祝你們新年快樂